趁生的场合最后去演变成一起杀人爱 发生在台中一位男子他到朋友开设了夜店喝酒狂欢 但没想到他跟隔壁桌的一位男公官呢 起了口角 他一气之下居然到超商买水果刀 刺杀了这位男公官 当时呢旁边有朋友跟员工看到的都想要来劝和 没想到也受到了波及 最后酿成一死三伤 夜店灯光昏难 一桌客人聊天喝酒 一名男子逐渐靠近 突然拿出预藏的水果刀 朝一名男公官的胸口刺下去 通桌的朋友和员工帮忙劝架 拉拉扯扯也受到波及 起因是喊全起了口角 跟朋友庆生 那大家在一家Pub饮酒做热 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 那么被害人用三字经 来骂这个加害人 那这个犯险不满 就先行离去 遭刺伤的39岁男公官 没多久当场倒地不起 随即被送上救护车 但急救后仍宣告不治 嫌犯40岁在案发前不久 还从夜店步行到附近便利商店 买水果刀 购买这个水果刀 那被到Pub里面 就直接往这个死者 刺 嫌犯头戴安全帽 头低到不能再低 明明是欢乐庆生 却因为黄汤下肚喝酒吵架引发杀鸡 酿成一死三伤的悲剧 恐怕是这辈子最悲惨的生日了 这辈子最悲惨的生日了 这辈子最悲惨的生日了 这个温度啥